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又一周了 上一周没有视频和大家见面 偷懒了 然后这周无论再忙也要给大家拍一段视频 这周其实我也真的是非常忙 尤其是今天早上又拍了一个车评 下午拍了三四个短视频 然后今天晚上我要直播 大家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是星期六 但实际上我现在录的时候是星期四的下午 所以星期四下午我还要直播 不知道在看这个片子的朋友有多少是形成了习惯的 每周四晚上八点钟看我的直播 真的是很好看的 我每周的直播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心力去策划一个主题 然后再跟大家直播 虽然说在微信公众号上面这个平台好像大家看直播不太方便 我们虽然也推出了小程序直播 但是体验真的不好 所以我建议大家现阶段还是可以到抖音 我的抖音号YYP言语鹏车言论上面去看 也可以在微博我的微博号YYP言语鹏 还有在B站 喜欢看B站弹幕的朋友可以去B站看我们的直播 在大家车言论的官方号上面 所以每周四是我的直播 其实每周三每周五也会有其他人 比如说这周三昨天是柳迪的直播 今天这个视频我不打算讲很长时间 因为我还要留点嗓子 今晚要直播两个小时 那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下 第一 这周我们做了什么 这周我们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周一周二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KOL团队 还有我们运营团队大概十多个人 最核心的围绕KOL 以及运营的小伙伴们 我们去做了一个自己的团建 找了一个小别墅 游泳池的 有烧烤的 然后在那里待了两天 开了一下会 这个糟糕的2020年已经过了一半了 我们还是得总结一下上半年的情况 然后总结一下面向未来 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一些事情 怎么把自己的想法做得更好 既要定一下我们要走什么路径 更重要的是定一下我们的远方有没有调整 这是我非常强调的 我们一个团队在一起 大家的远方一定必须是非常一致的 我们都是为了远方的努力 其实包括现在在看我们片子的你 我相信我们和你之间 也是有一个共同的远方 扯远了 反正KOL团建去玩了两天还挺开心的 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去漂流的时候 阿卓把他的眼镜和拖鞋都弄丢了 因为阿卓跟阿珊一艘挺 就那个漂流的橡皮挺 他们俩可能吨位都太重了 反正那个挺别人都没有翻 就他们翻了 具体详情可以看柳迪的小分享 然后说第二件事情跟工作有关的 就是这周我们又买车了 没错最近我买车太凶了 几周之前宣布我们花一百多万 去买四台新能源车之后 这周我们又买了一台新能源车 但是这个车花的钱要少很多 这个车我们只花了三万多块钱 但买回来的是一部很可爱的颜值很高的 曝光率很高 回头率很高 话题性很强 给我们赚了很多曝光率的车 就是网红小车50宏光mini EV 这个车是一个baby blue 我昨天发了张图 理想的baby blue 要加一万块钱 然后这台宏光mini EV 它的颜色上镜的颜色 基本上跟理想温的颜色是一样的 估计都气死理想温的车主了 这个车买回来 其实大家都猜到了 我们是准备要做大风车 但是现阶段其实还没有到策划 就到动手的阶段 我们现在主要是买这个车回来研究研究 看看它是怎么构造 看看可以做些什么 当然我因为没有很仔细的之前研究过这个车 虽然前不久去柳州的时候也开过一下 但这回是真的自己的车 所以我就开回家开了两天 然后也拍了一条车评 大概在两周后吧 会跟大家见面 我是完全从购车者的角度 来跟大家讲讲 这台入门价28,800 顶配才38,800的车 到底值不值得买 我是很正经的做这个车评 这个不是大风车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第三件事情 讲一讲这周的一些行业大事 其实行业大事天天有 周周有 这周我想说的就是关于恒大了 恒大新能源辗转各种的不同的路径之后 现在他们终于是自己出钱去做自己的品牌了 叫做恒驰 这个品牌做了一场发布会 一下子摆放6台车出来 不是只是发图片 是真的6台车摆在展台上 但是这6台车说实话 我们行业内的人士一看就知道 基本上就是展车 甚至连车都算不上 可能就是展品 因为看那个车肯定是没内饰 没机械构造的 就是把那个外壳做出来 他说的是MPV也有 什么轿车也有 从A级涵盖到D级 怎么怎么样 小月也有 就一下子把他的家族显得很庞大 把他的实力显得很强大 但是你要知道 真的要开发一个家族的整个平台的产品 真的需要好长的时间的 我相信恒大有这个实力 尤其是有这个资本的实力 但是他们需要时间 需要技术的积累 现阶段这个1到6这个车摆出来呢 干什么呢 就是告诉大家 我恒大来造车一定是大驾驶的 一定是要造就造全的 我一定是有足够的钱啊 我一定就是未来的大品牌 其实到底恒大值不值得看好呢 我不确定 我只是觉得他们一定是有钱 那有钱是不是一定能把事情办成呢 倒也不一定 选路径很重要 选对人很重要 当然选对人的过程中 那个顶上的决定怎么花钱 那个人也非常重要 这方面我觉得许老板一定是有他的想法的 反正恒大的新能源车要出 我估计最快最快也要一年后吧 应该正常来讲应该要两年后吧 是吧 那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但是目前我不计太高的期望 倒是恒大造车的这个股票 这只股票好像是涨得挺凶的 因为它原来是恒大健康 好像是做那个健康产业的 然后他一宣布投身新能源产业之后 一下子那个股价就好像涨得很厉害 我不炒股 我也没有买任何一个汽车的股票 所以我说股票会比较中立 但是我对股票研究的不是很深 但不妨可以去看看恒大健康这只股票 宣布了做新能源车之后 它那个拉升的幅度到底是不是正常的 玩股票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今天的片子底下去 发表一下你们的高见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了 我聊的这些所有的东西 无论是长远的还是眼前的 它最终都会呈现在我们的 大家测验论的内容里头 所以扎扎实实每天 准时看我们的内容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也是我们给大家最好的服务和回报 好 就这样 大家周末快乐 拜拜